在我们养牛过程中 这个牛玩舌头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 也算是一种毛病吧 因为这个造成这个牛玩舌头的原因很多 有的牛玩舌头就是习惯性的 有的是因为缺乏这个微量元素 因为我们现在大多这个牛都是圈阳 这个四槽比较单一 很容易造成这个牛的微量元素缺乏 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巴士杆菌感染造成这个牛舌根肿大 不舒服这个牛来回的玩舌头 像这种情况一般不多见 再个就是这个牛习惯性的玩舌头 要是习惯性的玩舌头像这种情况不影响吃喝的话 不用治疗管理 我们牛群里边要是玩舌头的牛比较多的话 首先考虑就是这个微量元素缺乏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加强这个对牛的思维管理 尽量的这个四槽多样化 然后这个筋道里边是可以加这个预荤料 或者是加一些维生素矿物质 对于这个巴士杆菌造成这个牛玩舌头 可以用一些个黄氨粒药物注射 要是这个牛习惯性的玩舌头 在不影响吃喝的情况下 可以不用管理治疗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加油思宝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 好